29公分長 超大一個的 呵呵 真的果大的 歡迎來到27度公益的頻道 你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嗎 在明天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記得幫我按訂閱喔 27的本師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還給我點讚喔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我們今天來到了Costco 那現在話不多說趕緊去購物吧 GO 現在出來了 你手上拿這杯是什麼 泰式奶茶冰沙 順便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好 我等一下來試喝看看 泰式奶茶冰沙兩極話 五毛媽說的 他說有的人說很好喝 有的人說OK啦 那我來試試看 喔 怎樣 好奶喔 很奶喔 對 你喝喝看 以泰式奶茶來講 它的茶味不濃 然後都是奶的味道 你喝喝看 茶味不濃對不對 然後奶味居多 好啦 我們看了五毛媽的臉就知道 她好不好喝了 現在話不多說 回家開箱給各位吧 Let's go OK Welcome back 來 第一道是 新型馬卡龍 一盒39920L 平均一顆是19.95元喔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款是400多塊 然後正常圓形的 那個一顆平均差不多13塊比較便宜 但因為這個新型的我實在是受不了 我一看到馬上就拿入購物車 抵擋不住它的誘惑啦 然後女生看到馬卡龍啊 就是會有一個 整個這樣 驚聲尖叫 它本身有個魔力會吸引人 就是直接 看它 是不是非常的療癒啊 有覆盆子香草口味 跟巧克力口味兩種喔 好 趕快來吃 拿大小直徑大約4公分左右 沒有非常的大喔 它裡面包了巧克力餡 不會過多也不會過少 剛剛好 我要喜歡覆盆子喔 覆盆子香草它兩顆是125大卡 那巧克力兩顆的話是135大卡喔 其實馬卡龍的熱量真的還補高的 是不是 噢 咬開之後裡面 啵的漂亮耶 這個覆盆子啊吃起來酸酸甜甜的 外面馬卡龍的皮 非常的脆 口感汁綿密外加Q彈 重點是 不會過甜算中等 因為我吃過更甜的馬卡龍 所以這一個非常的OK 那巧克力這個口味吃起來都是 酥酥脆脆的馬卡龍 但是內餡的話呢 覆盆子它層次會比較多 因為會多了一個酸味酸甜酸甜的 那巧克力就是景點的巧克力味道啦 沒錯沒錯那這一款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義式蔬食起司披薩179元兩路喔 它裡面打開長度有將近29公分長 超大一個的 真的裹大的 還蠻划算的耶 對啊 因為一個是89.5元 那我們上面看到的料有 甜椒 櫈瓜 洋菇 番茄 以及洋蔥 算是蔬食主義啦 對 看起來真好吃耶 對來 趕快來吃看看 你看 有沒有看到 寒雞耶 對啊 I love 而且它用烤箱烤完之後 旁邊餅皮超像搖烤披薩的 很酥脆 它的餅皮非常的好吃 嗯 不會太厚也不會太薄 沒錯 然後吃起來酥酥脆脆的 烤得剛剛好 厲害厲害 然後這個起司啊 肉堪吸這樣子的口感 吃起來就是讓你覺得非常的彈牙 裡面呢 的茄汁夠味 所以整個是我的菜 這個皮非常好吃 然後外加它的價格 我非常願意再回購 因為一盒只要179元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可以買 非常划算 嗯 所以大家好我們就 推推 這道是 葡萄甘布里歐麵包 198元 三入平均一入是66元 一入66元可以喔 非常便宜划算 它是18公分 乘以9公分 那高度有8公分 然後呢切完 滿滿的一盤 滿滿的葡萄乾 看的就是滿意 這麵包奶油的香氣也是非常的十足 看旁邊都快受不了了 對 他們快要爬上桌了 哈哈哈哈 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一款麵包 非常的划算 然後好吃 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它 非常的油喔 因為我在拿著麵包的時候 手就已經很油了 嗯 所以這個應該會很胖 好 那先放著好了 哈哈哈哈 它很扎實喔 它不是那種朗朗的那一種 但吃起來也是蓬鬆蓬鬆 而且我們吃這種有料的麵包 最怕說它放得非常少 結果沒有 如果切開來看的話 都是有滿滿的葡萄乾 然後麵包吃起來料好實在 它整個口感上來呢 也非常非常的道定 嗯 這款麵包真的蠻值得買的 那所以我們就 開車 這一道是 慈安牧場杏仁豆腐215元 總共有8路 平均一路是26.87元喔 Let me taste 打開是長這個樣子 每一盒是130公克 那103大卡 直徑大約8公分 你趕快吃吃 杏仁味非常的重 看這個樣子就是啊 它還是 你好好跟各位報告一下 杏仁豆腐它的味道還滿濃郁的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那它是微微甜而已 會讓我好想做一碗 杏仁豆腐的甜糖 就加個糖水啊 然後再切水果進去 對啊 水果杏仁甜湯啊 嗯 没错 有预言的话会更好 哈哈哈 吃起来就会担担加Q弹 这倒算是不错吃哦 那我们就推推 这一道是 韩式泡菜起司炒饭 一包是389元 里面总共有6包哦 那平均一包是64.83元 OK 快来吃 里面打开样子长这样 那它一包是255公克 427大卡哦 刚刚五毛妈在炒的时候啊 我在旁边闻 就已经快流口水了 里面我看到的有 红萝卜 洋葱 甜椒 泡菜 看到了 看得到的哦 它非常的好吃 对 然后很寒 乳酪丝可以再多一点 所以如果觉得不够的话 再自己加 它只有微微的 坎西黏黏的这样子 下面有焦的地方好好吃哦 对 有焦香味 跟去外面吃的一模一样耶 真的假的 真的 可是它的泡菜不是那一种 不是像青山北道那一种口感 它是比较属于偏酸一点点的 它泡菜很小一片 薄薄的然后小小的吃起来酸酸的 我非常喜欢这一道的口味 因为它吃起来酸酸甜甜 然后辣辣的 那辣度是落在中辣度的 我建议各位用炒的会比较香 如果你是用微波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还好 哦 一定要用炒的哦 我觉得炒的真的比较好吃 太棒了 太棒了 这道好好吃哦 颜色到我们就 推推 Ace Time 耶 这是拉炮的意思吗 对 庆祝狂欢的意思 Costco每次买回来 都可以让我们连续吃很多天耶 真的 因为它的份量真的很多 对于只有两个人来讲的小家庭 嗯 但是呢 都很好吃 所以不会觉得说 买了它有点浪费 No no 除非踩了雷 对 但是我觉得Costco 好像很少有雷耶 也是会有啦 哦 也是会有 对啊 就是看到雷就不要踩 就是那个奶茶 哦 泰式奶茶 丙沙 49元对不对 对 49元 它好甜 然后喝起来不像冰沙 比较像奶昔 国外那种奶昔的口感 对 然后奶味其实有点浓郁哦 那今天所有商品 你会再回购是哪一样呢 炒饭还有披萨 我跟你一样 但是我多了一个就是马卡龙 我怕胖啦 其实 不会输给 哒哒哒哒 饭店的哦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哦 那每周的三五日 晚上八点都会更新影片 记得收看 记得加入我们社团 还有追踪我们的IG哦 没错 在这边跟你们say goodbye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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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